高雄捐血中心每天供應高雄 屏東 澎湖和台東地區 大約1100代的血液量 但目前血庫中空空蕩蕩的層架上 只有存放低於10天庫存標準的5天血液儲存量 可以說是相當危急 因為今年就是碰到新冠疫情 還有我們剛好碰到很難得的寒流 一年來好幾天 所以民眾出門的意願比較低 我們在這裡要呼籲我們所有的熱心民眾 能夠找時間出來捐血 那就讓我們在這個時候 大家踴躍捐血的話 就可以讓我們的庫存量提升 我們希望在過年前庫存量 能夠提升到10天 為了參加民眾出門捐血的意願 高雄捐血中心與台灣黑熊保育協會合作 推出愛捐血護黑熊活動 只要個人捐滿3次血 就可以得到限量黑熊不我一支 台灣的血其實也真的也蠻缺的 那我們就跟我們台灣黑熊一樣 也是非常的珍貴與寶貴 所以我們也希望就是 各個台灣民眾也可以重視 就是台灣黑熊以及 也可以玩起你們袖子來捐血 為了補足血液庫存 高雄捐血中心多管旗下 釋出各項追血活動與訊息 鼓勵民眾踴躍晚袖捐熱血 確保醫療用血能夠供應無餘 研究衛視和公報高雄採訪報導 巴仙